小小的時候有著一個夢 12月的天空有聖誕老公公 我們今天來教聖誕老人的氣球 那聖誕老人會用到 一個膚色的 一個黑色 兩條白色跟兩條紅色 那我們先從頭開始教 我們分成頭跟身體的部分 先拿出一條膚色的 等一下呢我們大概只會用到膚色的一半長度 所以我們不用灌太長 灌大概四下左右就對了 然後抓大概五根手指頭到六根手指頭的長度 再來我們這邊做一個熊耳結 另一條一樣長 也做一個熊耳結 這樣子 那把這邊收到這個熊耳結裡面 再來呢我們要把 這邊做出三個單靠 好 那左右兩邊是他的眼睛 所以要一樣大 那中間是鼻子 我們鼻子做圓一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左右兩邊一樣大 綁到另一邊來 像這樣 像這樣 然後鼻子就做熊耳結 看起來就像這樣 再來呢我們要用到白色 白色 那白色就是他的鬍子跟頭髮的部分 我們大概灌五下 那尾巴也是大概留這麼長 就是留大概七根手指頭 那從這邊綁在另一隻耳朵上面就好 那我們可以先從後面開始 這是正面嘛 鼻子是正面 我們從後面開始做 然後轉一圈之後呢 我們再來從他的眼睛上面 繞過來 眼睛上面 繞過來 再來做他的鬍子 那鬍子等一下也是兩邊一樣長 鬍子就繞到鼻子 鬍子繞到鼻子 繞一圈 好這樣子 那另一邊也一樣長 然後繞回耳朵這邊 那再來 完了之後呢我們再回來 繼續投後面的部分 從側面看就是這樣子 後面 然後 額頭 再來鬍子 再來是後面 然後第五條呢我們往下走 這邊就是他聖誕老人下面的鬍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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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看起來就是這樣 側面 那我們尾巴的部分呢就可以剪掉了 那剪掉之後我們還要留起來齁 我們最後這個球球可以拿來做帽子上面的球 膚色的尾巴呢我們可以從後面消氣 就剪一個洞把它消氣 消氣之後呢 從下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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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過來 要用一個耳朵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這一條 就可以拿來綁 綁身體 或者是你要做一個氣球棒也可以 再來我們拿出紅色的 紅色我們不用灌太長齁 因為等一下就只是先做四個單炮拿來做帽子 所以我們大概灌四下就可以了 那一樣從耳朵綁上去 那有些人喜歡三角形的 就是兩邊一樣長的 那有些人喜歡做起來好像是 帽子是往旁邊斜的 那就一邊長一邊短也可以 那我們就做一邊長一邊短 我們從後面看 上面是他的頭頂 先轉一個短的 再轉一個長的 這樣子 然後從頭頂繞到第一隻耳朵 這樣 我們先過來 然後再一樣長的再短的回來 長的一樣長 然後呢我們從這邊的洞裡面 放進去 它就繞一圈了 上面就交叉了 就可以交叉 再從這邊 耳朵繞回來 然後後面就可以剪掉了 尾巴的這邊呢我們一樣可以留起來 等一下做繩體的部分的時候就可以用得到 這邊先留起來 那 那 剛剛的白色剩下的一個小球呢 就可以放在最上面 然後把它繞一圈 然後後面多餘的就剪掉就可以了 這樣子 我們再畫眼睛 好 畫完眼睛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之前有教過很多種試砲的做法 就是類似這樣子 看完聖誕老年也可以回去看看 就是前面有教各種不同的卡通的造型的試砲 如果你 如果你想要光做一個頭啊 你可以在底下做一個棒子 或者是 拿那個氣球棒直接從底下上穿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我們要教身體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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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